哈喽大家好 大家看穿上了伦敦马拉松的T恤 今天来聊聊昨天刚刚结束的伦敦马拉松 2019年伦敦马拉松 我呢 大家看 我呢 去年参加了伦敦马拉松 不是抽签抽中的 这个一会咱们再说他的抽签 至于拿这么大一个本 是因为我所有参加赛的号码牌和成绩都在这里边 回到咱们一个一个的聊 咱们先聊回昨天的比赛 昨天吉普桥格又没有意外的夺得了冠军 而且创造了历史 这历史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在伦敦马拉松上夺得了四次冠军的人 同时呢 他也创造了当今世界上第二好的马拉松成绩 当然第一好也是他的 是去年的柏林的世界记录 去年柏林结束之后就有媒体采访他说明年的伦敦 你要跑成什么样 他说他跑过201 Breaking 2上跑了两小时27 那他这次呢要跑202 果然他昨天的成绩就是两小时02分37秒 并且呢 如果大家看了直播或者看了最后几件冲刺的视频 你会发现他最后的几公里加速还很明显 就是非常有余力的那种感觉 感觉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而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昨天的第二名 昨天第二名成绩非常非常好 两小时02分55秒 如果没有去年的柏林和昨天的伦敦 那他就破掉了之前的世界记录 之前的世界记录是两小时02分57秒 也是沉了好久没有被破掉的一个记录 其实昨天我在看直播的时候 看到三十几公里还跟得那么紧的时候 我心里是有些起伏的 我在想会不会出现一个黑马创造一个历史 但是最后纪录小哥加速的那几步 让所有人都打消了这个念头 真的是没有对手的一场比赛 那咱们说一说伦敦马拉松 伦敦马拉松呢 确实不是太好参加的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慈善性质的比赛 就算对英国本地的人中签的几率也是非常低的 他绝大部分的名额都是给到各个慈善组织 然后他们通过慈善的募捐把这名额送出去 所以呢不出意外的我也没有中签 据说每年中国全中国能中签的人在各位数 我连续抽了两年没有中 之后就找了一个跑步报名的组织 通过慈善的名额报了一个名 而且是一个纯名额 就是不带那种酒店套餐的 在这儿呢多说两句 就是大部分的这种国外的比赛 都有各个跑步组织或者网站提供名额服务 一般都是带酒店销售的 很难找到不带酒店销售的 我也是无意之中找到的 之前呢我们聊过东京马拉松 聊了他的服务他的组织的一些优缺点 我呢观看过几节伦敦马拉松 参加了去年的伦敦马拉松 我的体会是伦敦马拉松 相对于东京来说 更加的专业和友好 先从观赛者的角度来说 昨天我看了比赛 可能现在在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也有看过比赛的 他的直播第一非常的专业 解说非常的专业 不像我们国内的把马拉松 就变成了一个城市旅游向导 和一个电视购物 这个非常的不好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的官方网站提供了应有尽有的 无微不至的服务 比方说我作为一个观赛者 我可以看他的这个leaderboard 他会实时的去更新所有当前这个精英运动员们的阶段配速 跑了多久 预估的完赛成绩 这个非常的棒 配合观赛 而我们国内的一些赛事 就比方说前几天我参加的北京 半城马拉松 都快要比赛了 距离比赛还有几天了 官方网站上连比赛的路线图都没有 这个事情就非常的不能让人理解 就不得不让人吐槽 下面我们说 我作为一个参赛者 参加去年伦敦马拉松的参赛体会 坦白讲 我参加过一些西方国家的马拉松 都是大满贯赛事 他们的服务跟各种的赛事的活动 确实不如东京马拉松 那么的贴心和有条不紊 他们还是更粗线条一点 但是他们该有的都有 并且他们对跑者的各种照顾 都非常的专业 或者换句话说 就是办比赛的人 和准备这些服务的人 都是懂跑步的人 就是内行在领导内行 内行在做服务内行的事情 而不像有的其他赛事 比方说前两天获得了上海半城马拉松 国内冠军的那位男选手 报名了大连马拉松 结果呢 被大连马拉松的组委会 分到了地区西方 地影第四个英文字幕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他要超过将近一万个人 才能跑到前面去 非常影响他的名次 之前我们节目也介绍过 马拉松是个非常刺激的活动 他不像是大家想的一样说很漫长 差一点时间无所谓 其实他每公里差一秒差两秒 最后成绩都会有极大的影响 况且他是一位精英运动员 是一个要拿名次的运动员 而名次不是净成绩 名次是枪声成绩 就不管你在哪起跑 按发枪的时候算 我又看微博 有人转发这条微博 并且呢 写了一段话 写的非常好 这个人的微博名字 我忘记了 我们就在这贸然的引用了 就是爱这项运动 爱马拉松 并不是把路封起来 组织几万人 跑一场42.195公里 就叫马拉松了 我们每年好几百场赛事 为什么就做不好 好 扯远了 我们接着说回伦敦 伦敦马拉松呢 和大多数大规模的马拉松一样 是分枪起跑的 他不仅分枪还分区 他一开始是三个起跑点 这个很特殊 就很特别 很少见 他是三个起跑点在起跑 然后最后在五公里的时候 这三个起跑点的路线才会到一起 也就是说 他的前五公里是三条不同的线路 汇聚以后之后的37公里 才是一模一样的线路 但是他的所有配套设施跟服务 对每个区的跑者都非常的完善 比方说起点的空间 因为他分了三个起点 所以起点的空间非常大 不是那种人几人 乌央乌央的要找路 第二 厕所 跑过马拉松比赛人应该都知道 赛前呢 一定要上厕所 并且有的人呢 会忍不住的多上厕所 像我国的赛事 北京的马拉松 其实做的还行 有专门的难用的小便的 卫生间 就是那种搭了一大棚子 然后里面只能小便的 伦敦这一点呢 也一样 但是他呢 做的要大得多 并且呢 他是就露天不封顶的 这样的话体验还会好一些 然后就是起点的指引 他呢 在起点的区域 有很多非常明显的指引的牌子 告诉你 你根据你号码牌上的号 你要去到哪个区域 怎么走 进哪个门 这一点呢 也做的还不错 但是这些其实在我看来 是应该做的 再说回比赛过程 主要是赛道上的体验 先说观众 伦敦的观众真是异常的兴奋 跟异常的热烈加油声 这一点非常区别于 我参加过的其他的马拉松赛 甚至我在美国参加 芝加哥马拉松赛 他们的观众也没有这样 有几个原因 第一呢 他的赛道都不是很偏僻 就是一直人挺多 第二呢 可能伦敦人民的对这件事情的热情程度要高 另外有一点 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包括昨天观赛我也没想明白 无论是我国 还是参加东京或者芝加哥 你能听懂他们在给你加油 在跟你说什么 或者他们在喊什么 或者有乐队 而伦敦呢 你听到的更多的是尖叫声 这点其实到现在我也不是很理解 同时呢 这我感觉是一把双刃剑 要看跑者的性格 比方说我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安静的人 不喜欢耳边的声音 所以这个时候呢 赛道上这个尖叫声音到最后三十几公里的时候 我心脏都要炸了 我感觉 就变成了一种客观的讲 或者说不客气的讲 变成一种让你烦躁 并且不喜欢的声音 虽然我心里是知道 他们是在给我加油 或者给运动员加油 让运动员能跑得更好 但是真心的不喜欢 不过呢 有的可能喜欢这种气氛 热闹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乐在其中 赛道上的饮水 这一点呢 伦敦呢 有改进空间 它呢 很少有志愿者给你递水 一般就是摆在上 让你去自己去 这一点呢 有的时候会影响一些节奏跟成绩 因为像芝加哥 像北京这两次 我参加北京的马哈松 都已经是递水了 这一点呢 我觉得需要改进 再说说报名 顺便说一句 明年的伦敦马哈松 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 就开始报名抽签了 大家可以去报名抽签 而且伦敦的马哈松的报名 区别于一些国际的赛事 是报名的时候 就要填支付信息 一旦你中签 马上就自动扣款 你没有反悔的余地 伦敦不是这呀 伦敦是先报名抽签 中了签 你再去付款 所以报名人很多 而且呢 通过报名的时间 大家应该能够知道 就是它是一个国际化的 专业的赛事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如果你一场比赛 提前两个月才报名 像去年的北京 提前一个多月 才最终确定了 比赛跟报名 你是不可能吸引全世界的人 甚至你都不可能吸引其他省份的人来参加 因为大家要准备啊 要请假 要安排工作 要安排行程 订酒店 订车 订机票 那这些都是要时间的呀 尤其是一个 你想做成一个国际化的赛事 你想有更多的外国人来参加的时候 那报名的提前量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 伦敦是六大满贯里做的最好的 他是在比赛结束的当天 就开始第二年的报名抽签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报名了 然后之后呢 他会出抽签的结果 像其他的呢 都会晚一段时间 但是最晚的也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给你去准备 但是呢 伦敦的马拉松 说句实话 你想自己报名中签 坦白讲 几乎是不可能的 几乎 所以呢 对于普通的大众跑者 想去体验伦敦马拉松 想去伦敦看看 那最好的办法 还是去跟一个报名组织 去买一个慈善名额 伦敦是六大里的 目前来看是第二或者第三贵 第一是波士顿 这个如果你没有BQ 想夸钱去 确实是一笔巨款 大概五万以上人民币 其次是东京跟这个 伦敦 这两个基本不相上下 但是东京 我是抽签抽中的 伦敦这次呢 就没办法了 所以呢 大家报名抽签 可能就是个参与的 玩一玩 不要想着能中 但是如果大家中了 那你马上买彩票去 这真是一个比中彩票 还难得多的一件事情 对于中国人来说 或者对于非英国国家的人来说 然后最后聊聊去年我那场比赛 昨天我看着直播就想 如果我是今年参加该多好 去年赶上了伦敦有史以来 最热的一次 甚至是伦敦有史以来 最热的一个四月的那一天 早上起来就是烈日当头 一点云赛都没有 然后过了三十公里以后 就开始路边就陆续有 中暑倒下的运动员 我呢 去年伦敦坦白讲 是想冲击一个好成绩的 连配速手环都带好了 特认真的准备 结果呢 折戟沉沙 跑的烂的不能再烂了 就三十 因为一开始我冲的有点猛 没有考虑天气的原因 过了二十五公里 就感觉身体一下被抽空了 可能是有些轻微的中暑 之后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 就说 因为他们在电脑前看我的那个tracking 看我的那个追踪 我怕他们看不到我下一个五公里 或者他圆满着急 那家也打了一电话 说我放弃了 我要慢慢走一走 结果就走走跑跑 完成了最后的十七公里 最后成绩也惨不忍睹 四小时二十多分钟 英国在我的概念里就是 每天都是阴天 但是不是我的概念 可能在大家的概念里也是这样 那天回到酒店 整个肩膀脖子都晒伤了 都是红的 然后回到家以后 脱了两次皮 整个的肩膀 那天应该有些轻微重数 所以说到这儿呢 也提醒大家 不要跟自己的身体和 你的运势对抗 就是没有天时地利人和 还有就是有突发情况的话 就别较劲 跟自己较劲 最后如果你在异国他乡出了点问题 其实还是挺麻烦的 就算不是大问题 咱们说句实话 医疗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果大家有在国外生活病的 应该有过体会 零零碎碎 因为能说的太多 想说的太多 可是呢 坦白讲能组织好 说好的又太少 更多的呢 就是不管之前聊东京 还是这次聊伦敦 都是想说一说我们国内的比赛 如果有相关的工作人员 碰巧看到我的视频 也希望我们能把我们国内的比赛 办的越来越专业 因为我知道你们办的比赛 其实经济上的投入都不小 实际上投入 经历上投入都不小 甚至都远超一些国外的比赛 但是专业程度 希望能够有进步 能够让我们看到一年比一年好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我呢也在昨天晚上报名了 明年到伦敦马拉松 如果你也报名了 那我们就一起祈祷 希望我们能够中枪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喜欢听我说更多的比赛 更多关于跑步的事情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转发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